訪響 大家好 很榮幸今天能夠參加這個講座 站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關於我們的品牌 Filia她整個產品設計的發想經過 首先先跟大家問好 大家好 我是Filia的印花部設計師 建早春 請大家多多指教 我與Filia的品牌創辦人 Hanako老師 是從2014年開始合作 推出第一款作品 之後呢 之後呢 一直合作到現在 那 Hanako老師原本在2004年 就已經創立了這個品牌 他的名字是用Hanako老師自己的名字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Hanako 然後呢 之後呢 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後 Hanako老師有一些新的想法 想要為產品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於是呢 他在2014年呢 申請了註冊商標Filia 嗯 好 那介紹一下我們的品牌Filia 大家一定會覺得Filia的發音 好像跟我們熟悉的日文有點不大一樣 確實是 因為他其實是義大利文 那我們看 Figlia 就是我們的Filia 其中 Gli 這三個字是唸禮 像禮物的禮 那樣的發音 那 事實上 它的發音其實是很複雜 是禮物已經的 已合起來的發音 大家可以試著 善悍可不可以發出這個音 這個就是我們品牌正確的名稱Filia 然後為什麼要使用這個字呢 這個字呢 在義大利文的意思呢 就是女兒的意思 我們在創作每一件洋裝的過程 就像是精心呵護 培育我們自己的女兒一樣 帶著無限的感情跟夢想 然後 當每一件洋裝出售之後 我們也會像嫁女兒的心情一般 希望她能夠帶著我們的祝福 然後帶給每一位喜歡她的人幸福 那這就是我們Filia品牌創立的初衷 好 介紹完我們的品牌Filia之後呢 現在呢 進入我們今天正式的主題 我們今天正式的主題是在講Filia產品的創作過程 那其中我們先把焦點具體在印花布這一塊 因為我是印花布設計師嘛 所以現在這邊是講我的專長印包 首先呢 我們先介紹第一款 我跟Hanna和老師合作的作品 請小鹿跟水兒向前稍微向前一步 然後請你們先緩慢的轉一圈 讓大家看看這兩款作品 好 謝謝小鹿 那再緊水兒也很慢的轉圈 讓大家看看這款作品 呃 大家有注意到 這款作品 其實它就是以愛麗絲的故事為背景主題的 提到愛麗絲 不知道大家心裡面 印象最深刻的場景是什麼 對於我來說呢 我最喜歡的故事片段 就是永遠都不會結束的 跟蜂帽商 還有三月兔的下午茶 以及將近最後一段的時候 庫克牌士兵們在花園裡面 用油漆把白玫瑰七層紅色的那兩段 那因此呢 我擷取了裡面的元素 作為這些衣服的主要圖騰 大家可以注意到 衣服上的小碎花 小碎花墜式 仔細看 它就是下午茶的茶具 還有庫克牌 以及兩色的玫瑰花 那在粉紅色這邊呢 是接近紅白 兩色是粉紅白 然後在藍色這件是紫跟白 然後呢 不知道大家在愛麗絲 木遊先進這個故事裡面 最喜歡的是什麼角色 呃 我覺得其實最受歡迎的大概是 微笑貓跟白兔這兩位吉祥物吧 那我的私心是有點想要 想要玩一點有趣的東西 我希望把他們打扮成 庫克牌士兵的樣子 然後在讓他們在花園裡面呢 做跟其他庫克牌士兵一起 把白玫瑰七層紅玫瑰 然後我覺得這樣的畫面 給我一種很熱鬧很愉快的感覺 那這就是我做這個作品的整個發想 那現在呢 講完印花的部分 那我們來講講設計 服裝設計的部分 那其實賀娜口老師 在這部作品裡面其實也有非常有趣的角色設定 那各位注意到 這部這個作品有 藍綠色的洋裝版本 跟粉紅色的洋裝版本 不知道這樣的配置 會讓大家想到愛麗絲中的哪兩位角色呢 呃 我來揭曉答案好了 藍色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愛麗絲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看的動畫裡面 愛麗絲幾乎都是藍色洋裝的形象出現 然後 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這一位呢 其實他就是代表少女時代的紅心王后 在少女時代天真 可愛高雅的樣子 大家可以注意到印花上有小小的黃冠 其實這也是對於少女紅心女王的一個暗示 然後我們 嗯 設計師 佛納口老師 他想要呈現一種非常 復古柔美的風格 然後跟整體許多的玫瑰花 花園的印象作為印證 所以他也選用了很多漂亮的復古玫瑰蕾 大家可以 仔細欣賞一下 好 那謝謝小鹿跟水兒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介紹第二部作品 第二部作品呢 就是 Strawberry Flory 那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指在繁花盛開中的鮮豔玉滴的草莓 這個作品的發想呢 其實是因為 我以前曾經有過一個很可愛的小花園 然後我常常跟朋友在裡面舞茶 我喜歡那種雨茶 有點野餐的 有點像野餐的那種輕鬆愉快 被許多的花鳥環繞的氣氛 因此呢 我想創作一款 在春天適合給大家野餐的 野餐的印象的服裝 那 這套服裝大家可以看見 它的下擺 Hanako老師也採用了非常多白色的蕾絲 可以跟上面的白色的草莓花做一測 因為它一開始發想在顏色方面的主題 就是強烈的紅與白的對比 鮮紅的草莓跟 清淡的雪白的草莓花 去盡量出一種春天甜美的印象 這款飲作品呢 它同時具有 JSK跟ONE PIECE的兩種版本 那 Hanako老師在創作這款飲作品的時候呢 他的想法是 既然要野餐 希望大家能夠輕鬆毫無拘束 即使是在微微有點 剛要進入夏季的春末 也能夠穿著這件衣服 感受到舒適跟涼爽 所以他在蕾絲的方面 處理遭為節制 但是事實上其實 他的主題更偏向想要朝 剪接實上一點不方向的 方向做嘗試的感覺 那 給大家看就是 比較 走高雅風格 然後 輕快舒適的 JSK 跟走甜美風格的OP 那以上就是 這兩款飲品 對 好的 好 感覺 一種 好 我 承認 這是 好 不好意思 那個 電腦那邊有點卡住 非常好 好 演奏 我想到這款作品它還有 因為是野餐的主題 所以他還有一款可以給他搭配的草帽 那TANAKO老師特別選了非常非常凝真非常漂亮的草莓搭配在冒煙 然後呢上面又搭配了兩種顏色的緞帶 然後跟布面上的緞帶圖樣作為呼應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在春日穿著的這款洋裝享受非常愉悅的點餐氣氛 那我們這款洋裝介紹完了 那接下來呢是最後一款洋裝 也就是最新的作品 Cameo in Love 那請請藍到前面來 那請藍很慢的轉一圈 Cameo in Love這款作品呢 其實它的主題在當初我跟TANAKO老師討論的時候 我們想要做一件極致華麗極致復古風格的衣服 所以我們在尋找主題的時候花了一些時間 我們討論到一些很繁華很浮華的意象 最後呢決定呢是用茶花女這個故事做為背景 大家知道茶花女其實是 茶花女的故事背景就是 她是身處在浮華 然後珠寶回繞的巴黎的之中 然後一位有著非常純潔的戀愛的少女的故事 雖然她的 雖然雖然她本身 本身是在這種 是在這種 在歡場之中 可是她在內心依然懷抱著很純潔的戀情 那這款 這款 這款印花的設計呢 其實我們很明顯可以發現 她有鏡子 她其實是一個書方牌的呈現 她在暗示著 暗示著茶花女每天面對著浮華的生活 所以這邊有豬煉 然後禁腹 然後香水 飽和 當然還有代表茶花女的茶花 那 我們可以 呃 請等一下 請等 請等我弄一下照片 這款 這款作品呢 有紅色跟 紅寶石與翡翠色 兩個版本 那他們其實代表的就是 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向 紅色呢 想表達的是幾淨奢華的一個印象 那翡翠色呢 想要表達的呢 只是 在茶花女內心中 那種高貴和純潔的情感 那我們今天到現場的呢 就是翡翠色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她的腰帶的設計 非常的特別 有垂墜著很長的斷帶 然後還有珍珠 那可以請藍轉身 讓我們看一看後面的設計 那大家也有感覺到 這 這件衣服上好像有五月的閃光 那請大家看一下 換的片 那事實上這個 這裏面有談的其實是她的提花設計 沒關係 她的提花設計呢 其實我們是以肉可可的風格為主 然後設計了茶花花圈以及珠寶 然後呢 強調在這個時代 繁華的肉可可風格 這一款呢 是紅色的版本 那 紅色的版本呢 跟綠色版本 就是強調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那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在這個作品中呢 找到 找到自己喜歡的元素 好這邊是 綠色的版本 也就是藍色的 好了那我的介紹大概就到此 到此告一段落 請問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提問的呢 好那謝謝大家 那我們的 我們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謝謝 謝謝